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是抱一个正面的态度 我也积极地支持这一行计划 因为你会看到科技是一路进步 社会一路向前走 所以其实同学早点去接触这些新事物 我相信对他们将来的学习 或者将来出来的社会做事 一定有他的帮助在 有了自习装置之后 我们俗称为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在电子教学的延续性提供很大方便 为什么呢 我们过往先道学校做电子教学 老师拿APA课室 学生做了一些功课之后 普通常都未必有足够时间 去上载那些课堂的工作 另外就是回家也开不开 因为为什么呢 它没有那个装置 但是有了自习装置之后 学生回家 一样可以开回课堂做的作业 另外就是学生家做的东西 也可以拿回学校 变成了整件事就会顺畅很多 学生用的是自己的机器 不是学校的平板电脑 他们的技术熟很多 层次上是深入一点 在学校推行这个计划的时间 也做了很多辅导性的工作 譬如教导学生 哪些软件可以装置在里面 也有些讲座给我们的家长 让我们可以配合学校的需求 譬如不止装置 我们是不会装一些游戏的软件进去 纯粹在教学上的软件 也可以集中到小朋友 去用一个教学的用途 我们订了B1OD的校规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制定了一个清单 就是学校用什么教育学的APP 我们会先让学生和家长知道 让他们用自己的户口 去安装教育学的APP 如果有一位学生 我自己的机器 我可以帮他安装一些 新来学与教育的APP 那我就会做一张方案给他申请 他会解释某某APP 为什么帮他做到教育呢 用50字去解释 安装哪些安装哪些不安装 其实我也想学生去想一想 这件事究竟跟你学习有关系 我们是做教育学的 学校有一个教育机构 你的iPad或者你的平板电脑 只能够安装学习的APP